兄弟们,今天一定要改造一下这个鞋盒了 这是我上次买的啊 感觉还很好看啊 只不过上边就显得凌乱了一点啊 绝对把这162都弄成下面这个样子啊 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你们可能看到了啊,其实这都是空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有原因的啊 最初这个大衣柜呢,是两个门是领导的啊 只有一个门是我的 但是呢,按照剧本走啊 最后呢,三个柜门都变成领导的了 而我呢 来到了这里 女人嘛 当然我也是为了收拾一下这个衣某件啊 顺便收拾一下这边洗衣机上面的台面啊 没有办法兄弟们 女人你斗不过她 不废话了 现在开始组装那个鞋盒了啊 上一次也是一样啊 为了不让她这么单叫 我是一层黑一层白啊 没事没事 把这个薄片呢,插到这个槽里就行了啊 插进去了 那这个有小铁的永远朝上就OK了 最后一步呢 啊 好像忘了一步 门没装上 我手都疼了 九个黑的六个白的啊 但我第一步要先把这些东西搞下来啊 然后再把那个信的码上啊 太扯了 其实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放鞋的 如果是放这种鞋盒的 当初想的是直接把鞋盒放进去 整得好好吧 但是后来发现你 每个鞋盒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七六八歪的啊 有进有出有大有小 所以后来呢 我们决定换一些鞋盒 就换成了这种东西 但是呢 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就是她买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能量一下 这个格的长 这个格的长跟宽 然后再考虑去买几个 大小的这样的盒子呢 导致呢 这个鞋盒呢放在里 放在那里边呢 非常非常的丑啊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女人啊 啊 感觉这样 瞬间清少了许多真的 怎么样兄弟们 看着还不错啊 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相当的可以啊 来 从上到下看一下 Supreme这个小标 好看啊 但是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贴贴上 其实我相信你们在搜那个 搜那个鞋盒的时候啊 肯定也见过那种 带这个带着这个Supreme 那个标的那个 但是那个盒子价格真是相当的贵啊 我只能说相当这个东西 特别特别的贵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呢我们 就要小鸡贼一下啊 买了一点这个Supreme这个标啊 直接贴在这个 每个盒子的下角啊 然后效果是一样的 怎么样 感觉一下 相当OK吧 然后呢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简单的维修方法啊 你看一下这个 这边就不好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啊 你看 有一个小凤啊 证明他这边没吸上 你只需要把这个 把这边往里拧一拧 然后把这边往外拧一拧 看 立马上就OK了 看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完成了 啊 然后这是一个 这个 置物价 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这些 放在这里吧 然后这些台面上这些瓶瓶瓶瓶瓶就可以上去了 这个 是这儿了 这个 是买这个给的 而这个是有这个免宁交的啊 我只想对这个商家说你去死吧 我买免打孔的不就是为了要这种 免丁交吗 这不才有劲吗 我要这个我用你呀我 我哥这个东西 我哥这么重的东西 他能承重吗 点越多啊 他承重的范围越大 然后我们把这个控制带跟这个差不多高就可以了 这是最主要的这些东西上去之后啊 这个台面会非常非常的 会非常非常的清静 因为这给这个值放我的东西所以我把它挂高一点 然后底下一会我还买了 我还买了一些这个挂钩啊 这个带夹子挂钩 主要就是为了挂的一些帽子啊 到时候把它夹起来 挂在这个上面 挂上就OK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啊 太不易了 累死我了 现在剩下的就剩细致的收拾一下啊 但是我对今天这个鞋柜啊 真的是相当相当相当的满意啊 终于收拾完了 决定还是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堆杂物上起来之后 然后之前呢放到了顶上 有一些储物 重新分配一下这里 从下午1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的啊 毕竟很帅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关关机电脑关注还有收藏 拜那个拜